大家好,现在是1857,18点57分了 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朋友们 我要跟你走 长大了以后 还拉着妈妈的手 想起儿时的不孝顺 我心里好难受 妈妈的腰也完了 妈妈的白了头 受苦受累的妈妈要 我要回家走 拉住妈妈的手 泪水往下流 这双手虽然粗毫 可是她最温柔 拉住妈妈的手 泪水浸在心头 千万别松开这 最美的手 千万别松开这 最美的手 啊 哎 这是马玉涛啊 马玉涛 这个他儿子是隐相杰哈 这个隐相杰说是吸毒 然后给关起来了啊 戒毒呢 强制戒毒 这个隐相杰那会儿和那个叫刘文华 还是叫李文华 叫什么文华 我忘了啊 一块唱那个什么 叫什么欠夫的爱哈 是吧 你说这个马玉涛啊 哎呦 你看这照片了吗 年轻的时候啊 是吧 看着挺棒的 这说老这人就不行了啊 马玉涛1936年2月出生 36年到现在84了 哎呦 正好在一个坎上 是吧 在坎上 36年应该是数什么的 应该是数数的 不知道过没过春节 那没过春节就数猪的啊 他是山西省保德人 他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啊 一级演员 还是解放军的一级文职干部 那就算军级了可能就享受将军待遇 他可能跟什么杨洪基啊 还有唱那个三国的那个主题曲叫什么呢 杨什么 忘了那人名字了啊 这是这批人可能差不多 和什么郭兰英啊 是吧 马玉涛36年生于山西保德 自幼受和曲 和曲也是山西一个县啊 和曲明歌以及二人台 音乐的熏陶 50年参加解放军 那会儿他才14岁啊 随后进入隋远军区文工团 任演员 隋远省山西往西 内蒙西部这一块啊 不久调到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 合唱队学习声乐 55年19岁的时候 调入北京军区占有文工团 任独唱演员 北京军区占有文工团 可能就在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里 那就在石井山区巴达处路一号院 五六年加入中共二十岁入党 此后历任该团啊 这一堆最后是战友歌舞团的副团长 他三次五十年代后期三次到上海 声乐研究所进修 诗从林俊卿 并曾向沈香郭书珍王福增 以及王坤贾桂兰长香玉等人 学习声乐民歌和戏曲 还曾向丑金刚姓丑的美丑的丑有类姓 这个男的呃 男的是公女的是母 有姓公的也有姓母的 也还有姓丑的 还有姓中毒的毒的这都有啊 还有李贵之学过河北帮子 他说这个王坤就是东方歌舞团的王坤 或者当团长 这民间啊也有人传说 说王坤是周恩来的情人啊 说周强如何如何 什么王毅如何如何 那我们不知道 反正他们关系不错跟周恩来 周恩来也经常去看他 这个很多人呢 这都是传啊 但是这个我知道的是王坤 跟周恩来有一层关系 王坤的叔叔 是周恩来的贴身警卫员 叫王贺寿 仙贺的贺 长寿的寿 他们都是老家河北唐县的 唐县就是过去晋察记 太行山 这个王贺寿当过周恩来警卫员 但是很多这个王贺寿的简历里边不提这一段 王贺寿后来当过中纪委第二书记 也是党内极左路线的一个主要人物吧 王贺寿和这个陈云的关系 后来走的比较的近 还有包括王震 这批人 然后57年 马玉涛参加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节 获声乐比赛的金智奖 同年赴法国巴黎参加大学生联欢会的演出 57年 他是三六年的会儿才21岁啊 出名挺早的少年得志啊 59年随南京军区歌舞团赴奥地利维也纳 参加第九届世界青年节的演出 后来跟着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阿尔巴尼亚伊朗科威特 柬埔寨越南日本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访问 还去过美国和澳大利亚99年99年 那会儿他都63了 他唱的歌剧小而黑结婚 还有歌剧刘胡兰的选曲 他唱的歌最有名的就是马儿呀你慢些走 马儿呀你慢些走 慢些 是吧就这个啊 还有什么长征祖歌红军不怕远征南 马玉涛贾世俊 这个马国光王科正啊担任独唱 他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马儿呀你慢些走 还有什么众手交开幸福花之类的 我为什么要聊聊马玉涛呢 其实我跟他没什么关系啊 他儿子 尹相杰我也不认识 然后 这个 马玉涛和我一个老同事熟 我一个老同事呢姓李 比我大四岁 他是这个北京建筑工程大学 原来叫建工学院 是那儿毕业的后来分到北京市规划局 可能在规划局犯了点事 规划局嘛是吧很难不难理解是吧 你给人改个规划呀改个什么东西的 后来就到我们公司来工作 现在他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能源企业的 应该是一把手或者二把手了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哎对了 咱们再看一看这个隐相杰的情况啊 隐相杰 你看刚才那个上面说隐相杰 这个 是他的儿子啊 这上面说隐相杰是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五号出生的 那就是大概属鸡的 如果不是属鸡的 嗯 六九年 他他差不多属鸡的啊 祖籍山东省日照市 那说的他爹啊 这个东港区后村镇前马庄一村 生于北京市房山区 也有的说他是天津保底县 他与这个余文华合唱欠夫的爱 哥哥你坐船头 什么什么是吧 这个九三年余文华合唱欠夫的爱而成名 还有什么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 是吧 他的母校是北京育婴学校 2014年因为吸毒被丰台区检察院给批准逮捕了 给判了七个月有期徒刑啊 并处罚金两万两千元 15年就出狱了 出狱后他的首次露面是为脑瘤患者捐款 后来15年的11月又因为再次涉毒 被朝阳群众举报了 这有关于隐相节的父母的 我看一看查一查啊 说他的父母 父辈兄弟六人 父亲叫尹德正是老大 然后也有人说说隐相节的母亲叫徐凤华 退休前在国家经委医务室工作 说他不是马于涛的儿子 他生于北京房山区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就当个娱乐新闻啊 这个